吃火鍋 蒜肉片 湯底上頭浮出了一隻小強 這對夫妻當場反胃又驚恐 生怕小強是跟整鍋湯一起煮 因此對於店員要再換一鍋湯底來 覺得很有疑慮 吳先生指控7月31號下午 他與太太到台中南屯區 百貨商場六樓 一間連鎖日式涮涮鍋用餐 才剛夾起肉片在麻辣湯底涮了兩下 辣油上層突然出現了一隻 一公分長的小強 我們都是醬料包的 那都是盛開包裝的 你處理 反正我會打電話去衛生局 對此連鎖姑姑店總公司回應 已經將相同批號的產品廢棄 並且全面消毒 目前的針對可能會發生的源頭 地方都先做加強 那就是在大洋的清潔外之後 變成加強 變成是三次的消毒 可能的原因為店內在7月29日 有進行消毒的工作所致 刪除接獲民眾檢舉後 也前往虎國店集查 當天沒有發現病煤蹤跡與明顯缺失 可即便業者致歉 消費者還是覺得 差點把小強給吞下肚 食安品質出包 這陰影恐怕沒有這麼容易消除 三地新聞網址與李建英 台中報導